会觉得自己很冤枉吗 还会这些不觉得很奇怪吗 真的不知情吗 面对质疑没有回答 坐上警车后被移送到北柬附讯 陈宜遭袭击案又多了一人被逮 竟然就是他穿着一身灰 当时在现场帮忙制止的 黄姓嫌犯的朋友周姓男子 原本被警方列为关系人 现在逆转转为共犯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警方发现 这个黄姓嫌犯跟周姓朋友 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几乎可以说是同进同出 而这一案件不太像周姓朋友所说的 他是突然才得知偶发信的 警方继续追查 发现他们两个人 很常出没在西门町 就派人在这边给埋伏 果真在7号晚上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一起到西门町逛街 立刻当场将周姓朋友给举提 其实案发当天 警方只有查出黄姓嫌犯搭的黑色轿车 早就在陈宜家外埋伏一小时 负责开车的周姓友人 真的不晓得吗 周姓友人否认犯案 公称当天他在黄姓嫌犯抵达后 就在车上睡觉 后来才发现出事了赶紧下车劝架 事先不知道朋友来这做什么 也不知道要找谁 但黄姓嫌犯被警方发现 他在犯案前就先重置手机 明显就是想隐瞒什么 不过嫌犯家属透露 不晓得两人这么要好 整起案件疑点重重 难免让人质疑背后是否有藏进人 因为周姓友人被警备起底 他是名人会成员 搜集相关市政后疑似预谋犯案 若真的有黑帮介入 这两人恐怕只是被当作棋子的小弟 幕后教唆者还在旁观这一切 TVBS新闻研论神武雅太阳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